Supro Idol OK嗎 成功了 不過你們剛才 我們老師也來一個口氣 你們也要嗎 麥克風要給你們嗎 那個聲音弄大一點好不好 把它弄大一點 老師我們需要給麥克風嗎 沒關係 我們在這邊就好了 我代表老師嘛 我們不能輸給你們啦 好不好 弄大聲一點 注意聽喔 這是什麼 好 直升機的聲音 我好痛 老師 我可以聽直升機 飛一個小時的聲音嗎 麻煩你了 剛才那個表演真的不錯了 幫我剛才那個剪掉 來來來來來 好 當然學長姐 稍微簡單的PK舞完之後 要稍微預告一下啊 對 就是我們專輯有一些新的消息 要告訴大家的 呃 首先呢 我們在4月24號 會開始預購我們的新的專輯 4月24號 對 然後在5月6號 我們的專輯將會發行 5月7號會 我們台南的簽唱會 會在南方公園 對 南方公園 南方公園 不要去錯的地方 不好意思 南方公園 還有一場就是5月8號 在台北的彩虹三溪 就是會有簽唱會的 希望大家務必光臨 好 謝謝 謝謝超舞的同學們 謝謝 請大家做支持 好 那現在我們要進行頒獎了 我們先 歡迎我們的頒獎嘉賓 陳光華老師 現在要頒發是台語之星 哇 台語歌 最佳台語歌的獎 好不好 那我們到底誰會得獎呢 第一位 得獎的是 最佳閩南語演唱獎 得獎的是 陳以秀 第三屆總決賽時 以秀演唱 這首歌曲獻給台南的媽媽 即使內心情緒激動不已 她依然強忍著淚水 唱完最後一個音 充滿情感的歌聲 令全場動容 不由我 頭看不見 為了你 好 我們今天敬請頒獎 謝謝 最佳明來的演唱 最佳感言 其實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那個 那一首是總決賽最後一首 柔侯蝦 對 然後我其實在唱那一首 前一天彩排的時候 就是彩排就 就一直哭 對 然後那時候菁姐也在旁邊 就是因為感觸也很多 因為又是最後一首 然後又是唱給媽媽的 然後所以我真的很開心 能夠站在這舞台上 然後也完成就是 完成當天的任務 然後順利的比完總決賽 所以真的很謝謝超友這個舞台 謝謝大家 在當天總決賽之後 在網路上給予最高的評價這首歌 謝謝 恭喜陳怡秀 謝謝 第二位最佳閩南語演唱獎得獎的是 最佳閩南語演唱獎得獎的是 郭少萱 比賽初期多次面臨淘汰邊緣的郭少萱 用加倍的努力練習 在極短的時間內 讓所有人對他刮目相看 更以《火香》這首歌曲 贏得舉辦個人演唱會的機會 成為他在超偶的代表作 我給了你有史以來最高的分數 他有史以來最高的分數 我今天給你很高的分數 謝謝老師 恭喜 恭喜 大一下嘛 對 而且也是用閩南語歌去拿到演唱會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那集最高分 最高分 他開了個人演唱會 恭喜郭兆軒 對不起 因為你是用閩南語得獎 所以請用閩南語做感言 麻煩你齁 謝謝 其實我...我真的不會講 要盡力 把心理講出來 其實...我還到現在 雖然沒有幾歲 但是...這是我還到現在 最有心情感冒一天 很好啊 非常得好 非常好 真的真的真的 你的名字怎麼說 我真的不行 貴...是嗎 貴... 隨便你...你覺得應該怎麼發 貴手仙 喔... 中譽貴手仙小姐 謝謝... 謝謝... 我也不知道 最佳閩南語演唱獎 第三位得主 最佳閩南語演唱獎 得獎的是... 張丞翰 張丞翰 在第三屆七強決定賽時 張丞翰大膽突破 首次演唱閩南語歌曲 《魔力的情笏》 動人的情感詮釋 令全場驚豔 勇敢突破的精神 更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自衛好幾面 我的意欲來離開 不說過多傷是黑衣 三明海水也失去 心悔都無理是心跟心靈 我的媽媽 恭喜希爾張丞翰 恭喜你... 因為從來不唱台語歌 對不對 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對 我看到那一集啊 我就想到 因為我唱這首台語歌 是第一次唱嘛 是 然後 因為唱這首歌 然後因為我突破 是 然後畢業了 是 他從來不唱台語歌 是 但是那一集 其實他做得很好 雖然他畢業了 可是那首歌真的唱得很好 我們都很感動 就很特別 得到高分然後又淘汰了 謝謝 好 我們要進行分獎 今天得獎的 都不是原來 都是唱台語歌的人 但是我想要感謝一些人 好 先來 先來 然後我要先感謝菁姐 好 因為有時候比賽的時候 會有一些低潮氣 然後因為那時候 因為超三的每一個選手們都很厲害 然後那時候就壓力很大 然後菁姐常常會在後台鼓勵我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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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我最感謝我媽媽 因為她 那時候比賽的時候 每一集都陪我錄影 然後都陪我到最後 好 妳要講多謝 多謝令 多謝令 謝謝張承嵐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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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最佳男配角獎 在頒發最佳男配角之前 我們要先來一段 非常High的表演 表演者是 愛怡良以及楊蒨時